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什么呀 棉花糖 月儿 我们出去玩吧 你在吃糖果呀 该不会这些都是你一个人吃的吧 对呀 你要吃吗 吃这么多糖果 牙齿会坏掉的 你就是看我吃了太多糖果 所以专门吓唬我的对吧 不是的月儿 你知道我那个叫小花的朋友吧 哦 就是那个笑起来很漂亮的姐姐 嗨 我是微笑女神小花 她现在呀笑不出咯 为什么呀 小花 你是在笑我吗 哇 你的牙齿怎么变黑了 哈哈哈 大黑牙 小花大黑牙 大黑牙 小花大黑牙 可是牙齿为什么会烂掉呀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呀 好奇吗 好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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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试完甜食 要刷牙哦 月儿 啊 啊 嗨 朋友们 你们好呀 我是虫牙戏君 我长得是不是很可爱呀 哈哈哈 我最喜欢吃的食物有巧克力 冰淇淋 还有糖果这些甜食 一旦吃了它们 我会变得很有力气 哇哈哈哈 然后 把你们白白的牙齿 一个个都捕拭掉 变成猪牙 所以 你们吃完甜食之后 千万不要刷牙 哈哈哈 巴树哥哥 我的牙齿上 有好多虫牙心均呀 对呀 你吃的甜食越多 它们就越多 好 再抓上 你不刷牙的话 它们就在你嘴巴里 开party咯 我爸呗 一起把它的牙齿 变成酥牙吧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好了 那有什么方法 可以预防蛀牙呢 想要预防蛀牙 第一点 吃完食物之后 仔细认真地刷牙 像这样 从上往下 上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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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着从下往上 下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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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我们吃的食物才不会缠入在我们的牙齿上 第二点 想吃零食的时候 用蔬菜和水果来代替巧克力和糖果就好了 这样的话 不仅我们的牙齿 还有我们的身体 都会变得棒棒的哟 马树哥哥 从今天开始 我一定会少吃零食 多刷牙的 这就对 这就对啦 诶 你这个给我吧 你说什么 开玩笑的咯 我们的朋友们 要记住了 从今天开始 要养成良好的刷牙习惯 少吃甜食哦 记住了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